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民主发展在全球共同的瞩目之下 以及我们各界侨胞大力的协助推广 近年来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 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升值人心 也得到各界国际友人的肯定 正逢520的就职大典 相信有非常多的侨胞 除了亲自返国参与就职大典及庆祝茶会 还有更多的侨胞 同样的心情 但是留在侨区 办理各项的活动 共同的来参与这样的民主盛事 分享台湾民主价值 给各地的国际友人 借此我要特别代表 赖清德总统 萧美琴副总统 向我们全球的侨胞 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全球侨胞 是台湾民主自由人权 发展延伸最重要的能量 也因为这样子 赖清德总统日前曾经说 希望台湾能够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大国 在这样的一个目标期许下 我们所有的全球侨胞 大家都很积极而努力的 希望在各地发展事业 生根在地 培养年轻世代 让台湾的产业 除了在高科技 在医疗生技 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有长足的发展 在追求日不落经济的同时 我们也期许自己能够成为 在社会文化各种方向上 也能够成为日不落的国家 侨委会会跟着所有侨胞的脚步 继续在每一日有太阳的地方 我们就持续的发挥我们的能量 来一起努力 最后 我要代表总统 罗清德 副总统小米欣 又一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 多谢太阳 安子歇 团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队